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西北角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自然生態中心 我們也都叫它白色海豚屋 深港這個白色海豚屋其實往南是我們的清安水道 將來我們希望在這裡推動一個 包括獨木獸也好 包括我們這個麗獎也好 這樣的活動帶動整個西北角 在整個斜對角 我們的清水園露營區 其實它想要導造一個是溫泉露營區 那結合我們西北角跟東南角這樣兩個戶外的 然後可以推動地方觀光 最近的人非常重視休閒觀光產業 我們也透過了創意競賽來輔導這些農民 開發出一些農業輕旅行的一些路線 同時透過旅行社的平台 也把我們的交費者可以跟我們的清農做一個媒合 那我們在去年的完工雨火節 也首度結合農業輕旅行的部分 到我們的農村裡面去當一日農夫 那除了雨火節以外 就是我們的海牛國際文化節 讓我們一些都市的民眾 可以到彰化來體驗我們農業的好農業的美 我們都知道彰化是非常有文化體驗的 我一直在想說我如何透過文化藝術的力量 來帶動彰化有一個不一樣的改變 我覺得就是遍地開花 就我這幾年回來彰化 有蠻多跟我年紀相仿的庫家戶 我們做很多計畫 然後慢慢地從這些計畫當中 發展成自己就是獨特的路線這樣子 我們彰化有很多的年輕人回來了 所以我們其實有想要試著去導入這個年輕人的力量 我提出了一個藝術介入空間的計畫 希望以一個共創的方式來產生這個藝術創作 它會去感染社區居民參與環境的一個改善 文化局跟張世大美研所這個藝術介入空間的計畫 讓一些遊客能知道我們 彰化實在是一個很好居住的地方 透過藝術的一個介入之後 它改變了這個巷弄之間的景觀 帶給我們彰化新的思維這樣子 我們在我們這八卦山這邊 很常成功地把卦山村來給開幕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 不管是比較大據點的一個產業的推動 或者是我們這小據點十幾家的一個推動 希望這個觀光可以為我們地方帶來經濟 我們這也是八卦店家 然後已經開始把我們在彰化的生活模式 然後讓外地來的遊客在地的居民 一起去分享這個美感的氛圍 那這個變化其實它很穩定而持續地在產生這種這樣子 其實彰化很多資源 我覺得它是相對於對返鄉青年是非常有幫助 而且昭和人非常有人情味 所以我覺得對這些想要返鄉的年輕人 其實是個很好的地方可以彰化 歡迎你一起樂活在彰化 歡迎回家 歡迎回家 來自我 都說了 嚴重 感謝